2014秋冬的粉底趨勢 分成兩大的部分 一個部分在講清透的底妝 雖然說清透 事實上它還是有中度遮瑕的能力 另外一個是比較半霧面的 主要是以粉餅或者是蜜粉餅 來做完妝的效果 我們可以使用刷具 刷子不能太硬 我們可以使用刷具 是柔軟的 菱形的部分是最重要 最需要打亮的部分 讓這個菱形的部位 highlight出來之後呢 很自然的你的五官就會立體 其他的部位相對它就會比較的縮 自然而然就會有小臉的效果 現在為大家介紹如何打造清透底妝的方法 首先有三個工具 一個是刷子 一個是海綿 另外一個就是手 想要塑造一個精緻的彩妝 你就選擇刷具 能夠把底妝很有效的 附著在我們的臉上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用刷具的最前端 大面積的部分 快速的用刷具的前端 把粉底刷開 刷具要打直 都是成90度 在毛孔塑造的地方用按的 那譬如說鼻翼的部分也是 海綿能夠塑造出最輕透的妝效 我們利用海綿的尖端 來修飾我們嘴角部分 比較容易按成的部位 還有鼻翼邊 這樣子的海綿就是你可以旋轉它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用 我的雙手 最馬上達到貼妝效果的一個工具 用溫熱的手 按壓整臉的目的是要讓粉底 與我們的臉能夠完完全全的結合 不會浮粉 也會讓妝容更持久